不少的争议都被列为机密 而有栏尾提案要修国家机密保护法 要把一般的公务机密法制化 让民进党不能再将不详公开的案件 随便列为机密 蔡政府是不是很多贪污真相 全都藏在密件里 有人大盘点 驻美代表于大雷被曝滥用公帕 买奢华家具多少钱 外交部列机密 台湾和捷克签订援助乌克兰计划 花多少 捷克的外交杂志早就写出来 台湾还是列机密 进口超私带 农业部一度说合约列机密 最后又改口直接开大局 说根本没合约 数位身份证厂商计划书 整本涂黑 还有高端疫苗拆购合约 封存三十年 甚至前总统蔡英文的深等论文 都是机密 很多罪恶都藏在机密当中 多少罪恶叫密之名而行之 如果你把所有东西列为机密 我认为这不叫机密 那个叫弊端 堂堂的英国这么有名学校的博士论文 不但要给大家看 还要让大家学 哪里有不给看的吗 为什么 见不得光 见不得人吗 扯的是国家机密依法 分成机密 极机密 和绝对极机密 要先经过总统 部会首长亲自核定 分别封存十年 二十年 还三十年 但大多被民进党 列为密件的 只是照行政院公文书手册 就列为机密 单位的全责主管 就能决定要不要列密件 因此从外交官买家具 总统写论文 到超私高端案 统统被列为世纪大机密 栏尾决定修法 不能随便列机密 机密随便你限制 一开口就是三十年几掉 三十年谁还会记得 有什么鸡蛋 有什么口罩 国家机密之核定 应用最小范围为之 就是非必要 你不可以核定国家机密 但是现在民进党 核定国家机密 是只要跟我丑闻有关的 我全部用国家机密把它盖起来 在野党修法 不知道执政党是不是又狂党 动辄把公文列为大机密 这本事 民进党不知是不是 世界前几名 记者钟成亮曹廷涵 采访不到